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代表舒尔茨辞职 他的原因是被泄露的电邮显示 民主党领袖在电邮内嘲笑或者批评 在初选过程当中出人意料地对希拉里哈勿顿 形成强硬挑战的弗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 舒尔茨是来自弗莱里达州的国会众议员 外界本来预期他会在今天星期在费城召开的 民主党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辞职 在违纪揭密披露了民主党领导人过去一年半内 发出的将近两万封电邮之后 桑德斯要求舒尔茨辞职 舒尔茨宣布辞职之后 桑德斯发表声明说 舒尔茨为民主党的前途作出了正确决定 虽然他多年来的服务值得感谢 但民主党现在需要新的领导层去打开党的大门 欢迎工人和青年 又说民主党领导层在总统选举提名人程序当中 必须永远不偏不倚 但2016年的竞选当中并未有做到这一点 桑德斯参与员星期日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 说电邮的内容不得看 不过他说他并不感到震惊 他表示这个就是他在半年前所说的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支持希拉尼·克林顿反对他的竞选 这批电邮内容有一份暗示 桑德斯可能是一名无神论者 虽然桑德斯说他以他的犹太传统围域 希拉尼·克林顿竞选班子负责人罗比·穆克暗示 是俄罗斯政府人员偷窃这批电邮 并且在民主党党代会召开前夕 将内容泄露 为了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不过穆克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而川普的竞选班子说穆克的断言是一个笑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